听众朋友您好 欢迎收听本期的美式资讯榜 我是主持人马美然 7月14号 美国路易斯联储主席詹姆斯·布拉德接受专访时表示 他支持在本月下旬的会议上只加息75个基点 而不是100个基点 需要指出的是 布拉德的专访发生在美国劳工部公布通胀数据后不久 媒体告知布拉德 美国6月消费者物价指数同比上升9.1% 核心CPI上升5.9% 布拉德回应 尽管没有看到其他的具体数字 他说他认为CPI报告似乎比预期的要热 两个数字都高于金融市场的预期 这认可的美联储在今年快速转向中性利率或超越中性利率的战略 当被问及是否转向支持在7月会议上加息100个基点时 布拉德表示他目前仅支持将幅度控制在50个基点和75个基点之间 他说他认为75个基点有很多的优点 它使基准利率大致达到了政策制定者认为的中性水平 年初至今美联储已经连续加息三次 累计幅度达到了150个基点 上月15日联邦公开市场委员会宣布加息75个基点 为1994年以来单次加息的最大幅度 布拉德指出如果MOMC在7月26日到27日的会议上加息75个基点 意味着该行将会连续两次采取那么大的行动 已经是前所未有的 布拉德作有英王之称 长期以来他都是积极加息的主要支持者 主张对高通胀采取强有力的应对措施 在媒体公布了他的专访之后 市场认为既然连英王都未考虑 月底的加息幅度应该不会达到100个基点 不过也有分析说 布拉德观赏完通胀报告后可能会反转 美联储的李氏沃勒表示 他认为中性利率是2%到2.25% 市场对加息100个基点的预期可能有点超前 不过他依然对更大幅度的加息 智商所的美联储观察工具也是得出了同样的结果 美联储在7月27日加息100个基点的概率 从近80%降至44% 而加息75个基点重回主流 概率升至56% 随着美联储加速升息预期的放缓 美股市场的抛售也是重回理智 比尔及米琳达盖茨基金会在13日宣布 计划到2026年将会年度赠款支出提高到90亿美元 较新冠疫情之前提升50% 基金会的联席主席比尔盖茨表示 他说为帮助实现这一支出增长 本月他将会把200亿美元转入基金会的捐赠基金 盖茨基金会在一份声明当中说 这一决定旨在帮助应对不断加剧的多重全球危机 包括仍在全球肆虐的新冠疫情 受新冠疫情影响 全球过去20年在消除可预防疾病 改善教育 实现性别平等和减贫等领域取得的进展 陷入停滞或倒退 比尔盖茨在13号通过个人媒体账号宣布向基金会捐资200亿美元 知名投资人沃伦巴菲特在6月宣布向基金会捐资31亿美元 这两笔捐资将会使基金会的总资金达到约700亿美元 比尔盖茨说过去几年全球遭遇巨大的挫折 但是他看到世界各地的人们展现出了悲凡勇气和奉献精神 他希望通过更多的捐赠帮助人们减轻痛苦 促进基金会实现 让每个人都有机会过上健康而富有成效生活的愿景 他表示 未来他计划将所有的财富捐给比尔及梅林达盖茨基金会 他说他会从全球富豪排名当中一路下跌 并且最终的退出名单 比尔盖茨还说 他说有义务以最大程度减少痛苦 并且改善生活的方式 将资源返还给社会 希望其他拥有巨大财富和特权的人 也能在这一刻站出来 基金会的声明说 新的捐资将会帮助基金会 加大对现有关注领域的投入 包括以中低收入国家为重点的 全球健康和发展 性别平等和教育项目等 根据报道 自1994年开始 比尔盖茨和梅林达·富兰奇盖茨 已经向基金会捐资了390亿美元 2000年以来 盖茨基金会共支出 792亿美元的赠款 此外 盖茨基金会还向性别平等事业 承诺投入21亿美元 为推进全球营养事业 承诺投入近10亿美元 并为抗击新冠疫情 承诺投入了超过20亿美元 英特尔准备在今年秋季 对家用电脑和服务器 CPU以及WiFi芯片等周边产品提高价格 针对不同的产品 涨价幅度可能从数个百分点到10%到20%不等 英特尔此举是在美国和世界各地的通货膨胀激增的情况下进行的 美国劳工统计局在13号发布的数据显示 美国6月消费者价格指数同比上涨9.1% 创下40年新高 今年早些时候 对智能手机 个人电脑 电视和游戏机的需求减弱 各大设备制造商已经表示 未售出产品的库存正在增加 三星电子已经通知其一系列产品的供应商停止发货 作为芯片市场的龙头企业 英特尔警告说 市场需求正在减弱 并且重申了黯淡的宏观经济前景 在4月28号的财报电话会议上 英特尔的高管们暗示了即将到来的价格涨价 放眼整个半导体行业 过去几个月当中 有关涨价的消息就没有停过 芯片代工厂提高价格的部分原因 是因为当前芯片市场处于卖方市场 生产商价格话语权较强 同时生产成本也是变得越来越昂贵 芯片制造中使用的化学品成本上涨10%至20% 同样建设新的半导体设施 所需的劳动力出现短缺 员工工资也在上涨 近日苹果造车再报新消息 苹果的iCar极有可能会配备顶级的自动驾驶技术 一篇报告详细地阐述了苹果 在打造自动驾驶电动车方面的努力 据了解 苹果汽车将有四个面对面的座位 并且没有方向盘和刹车踏板 乘客可在宽敞的车内空间里互相交谈 甚至平躺睡觉 同时它还有一个类似于 大众甲隔重车顶的弧形车顶 苹果的目标是获得国家公路交通安全管理局的豁免 将无方向盘和刹车踏板的汽车投放到公共道路上 针对苹果造车直接上自动驾驶警配 有网民评论说 这是把命留给自动驾驶 这不是概念车的节奏吗 没有方向盘和刹车 好像少了驾驭感 还是不太相信 也有网民表示 有点期待 没有方向盘太牛了吧 有点脑洞大开啊 根据报告所描述的内容 苹果在自动驾驶方面的研发方向 应该是采用最高阶的L5级的自动驾驶 即完全自动驾驶 但是苹果造车目前仍处于高度保密的阶段 其官方几乎不回应任何造车消息 苹果在自动驾驶方面的研发和小米一样 均为水下项目 眼下L5级的自动驾驶 在美中法规当中均已得到认可 今年三选NHTSA发布新规说 完全自动驾驶汽车可不带方向盘 刹车塔版将会在今年8月1号开始实施 的深圳经济特区智能网联汽车管理条例明确 完全自动驾驶的智能网联汽车 可以不具有人工驾驶模式和相应的装置 可以不配备驾驶 在此背景之下 相关企业都在加码自动驾驶布局 特斯拉的CEO埃隆马斯克4月份 在第一季度财报电话会议上表示 公司正在研发一款自动驾驶的出租车 希望能在2024年实现量产 马斯克说 这是特斯拉未来增长的巨大推动力 此前 马斯克曾在多次活动当中公开表示 特斯拉正在打造一款 看起来极具未来感的自动驾驶出租车 而且该车并没有配备方向盘或踏板 资料显示 按照国际汽车工程师协会的划分方法 自动驾驶技术的水平从0级至5级递增 分别是L0级人工驾驶 L1级辅助驾驶 L2级部分自动化 L3级条件自动化 L4级高度自动化 和L5级完全自动化 按照定义 L5级能够完全自动驾驶 适合任何驾驶环境 据了解 截至目前 德国是唯一在官方层面为车企进行L3级上路认证的国家 而国家公路交通安全管理局此前发布了最终版的无人驾驶汽车乘客保护规定 其中对于自动驾驶系统操作的车辆将不被要求配为传统的方向盘等手动控制装置 太空探索技术公司SpaceX开发的一枚火箭助推器 11日在德克萨斯州的试舍当中起火 该公司的首席执行官马斯克在13日的推特上表示 此次火灾使火箭助推器的原型机受到轻微的损坏 SpaceX寄予厚望的星船火箭助推器 在11日的地面测试时发生猛烈的爆炸 外界普遍认为这次爆炸很可能会影响该公司 雄心勃勃的载人灯穴和登陆火星计划 美国太空新闻网站说 星船的超级重型助推器在地面进行测试时突然发生爆炸 星船由70米高的超级重型助推器和50米高的航天飞行器组成 11日进行的所谓旋转启动测试 即涉及超级重型助推器中33台猛禽发动机 这本是星船首次轨道发射之前的重要测试内容 社交媒体流传的视频显示 助推器底部发动机部分发生爆炸 出现火球和浓烟 一度还在测试平台附近引起了小规模的火灾 初步调查显示 测试台架和助推器的部分辅助管线在爆炸当中损毁 马斯克在社交媒体上承认 可能是由于低温燃料的泄漏蒸发导致的这场爆炸 对于事故损失情况 他回应说实际上并不好 报道说星船曾多次在测试当中发生爆炸事故 但是这次是一向被认为可靠性很高的超级重型助推器 首次出现严重的故障 根据SpaceX公司的规划 星船将会作为未来载人灯雪和登陆火星的主要运载工具 它原计划在今年7月或8月进行首次轨道发射 但是超级重型助推器和发射平台在爆炸当中受损之后 发射计划很可能将会大幅推迟 根据俄罗斯卫星通讯社的报道 马斯克在回答一位订阅者关于飞船轨道飞行 何时进行的提问时发表推文说 如果测试进展顺利 那么就在下个月进行 联邦航空管理局在12日表示 根据美国法律 该机构无权调查此事 但是SpaceX公司审查该事件的过程当中 该机构将会与SpaceX保持密切的联系 6月以来 随着民航运输生产加速恢复 中国多家航空公司陆续对外公布了新的国际航班计划 中国国航在7月陆续恢复多条的国际航线 涉及欧洲、亚洲多个城市、北京到米兰、马德里等航线 每周往返直飞一班 中国东航计划执行国际航班超过140班 平均每周的航班量超过30班 同时按照中国民航局的相关政策要求 已经着手在一些国际航线上加快恢复步伐 主要涉及东南亚、日韩等航线 审批流程也正在推进当中 截至12日 南方航空在前期执行21条国际航线的基础上 已经陆续的恢复武汉到伊斯坦布尔 乌鲁木齐到阿拉木图 乌鲁木齐到比什凯克等三条国际航线 南航还将会陆续的恢复10条国际航线 届时可通航31个国家 值得注意的是 近期多家中国航空公司以及海外航空公司 宣布7月中旬至8月份复飞或新开国际航线 新一波的国际航线正在恢复当中 自身航空业内的人士表示 截至7月13日 中国与俄罗斯间的商业航班数量已经增至每周八班 涉及的航司包括海南航空、四川航空、南方航空以及中国国航等 具体来看 7月12日开始 海南航空HU7986首飞莫斯科至北京 7月27日 四川航空3U3816首飞圣彼得堡至成都 深圳航空也更新了深圳至金边、东京、首尔、曼谷等航班计划 此次更新在目前直飞航班的基础上 8月份加密 每四周一班深圳至首尔、金边至深圳、曼谷至深圳 可通过官网等直销渠道购票 另外 吉下航空计划在8月中旬期赴航南京至香港航线 首都航空计划在2022年8月26日开通杭州至里斯本国际航线 国际航线开始增多 也在数据上得到体现 根据携程旗下的市场洞察平台的相关负责人介绍 近四周 中国大陆出境航班的客运量环比增长24% 入境航班的客运量环比增长6% 从携程平台近10日 跨境航线预定的趋势来看 入境航班预定量呈上升的趋势 而入境航线分区域来看 日韩、东南亚入境预定量近日增长明显 出境方面 增幅低于入境航线的增幅水平 分区域来看 前往日韩、美洲及欧洲的航线的搜索量占比较高 其中前往日韩的航线环比增幅也较高 超出出境航线整体的增幅水平 除跨境利好信号增强之外 国际航行已经呈稳步增长的态势 携程一季度的财报显示 旗下的品牌在海外市场的 本地机票的预定量较2019年 统计增长超过200% 并在二季度继续增强 中国国家发改委价格司的司长万进松 14日在上半年经济形势 媒体吹风会上表示 中国物价持续运行在合理的区间 上半年居民消费价格指数平均上涨1.7% 涨幅明显低于其他主要经济体 与国际高通胀形成鲜明的对比 乌克兰危机以来 中国食品价格平均上涨1.4%左右 远低于美欧国家7.5%到9.5%的涨幅 万进松说 今年以来国际能源粮食价格大幅上涨 美欧等主要经济体的通胀居高不下 最近几个月CPI的涨幅达到8以上 创近40年或有记录以来的新高 美国13日发布的6月份 CPI的涨幅更是高达9.1% 再创新高 而中国物价持续运行在合理期间 上半年CPI平均上涨1.7% 涨幅明显低于其他的主要经济体 与国际高通胀形成鲜明的对比 万进松强调 在粮食等重要民生商品方面 中国全力稳定粮食生产 加强调控稳定生猪产能 强化蔬菜产销衔接 千方百计 做好重要民生商品的保供稳价工作 乌克兰危机以来 中国食品价格平均上涨1.4%左右 远低于美欧国家7.5%到9.5%的涨幅 能源方面 中国加大煤炭增产增工力度 完善煤炭市场价格的形成机制 延导煤炭价格在合理区间运行 通过稳煤价来稳电价稳定用能成本 居民用电用气价格始终保持在基本稳定 而每周等主要经济体居民用电用气价格大幅上涨 比如5月份欧元区电力价格同比上涨30%左右 燃气价格同比涨幅高达50%左右 谈及下半年的物价形势 万进松说 中国商品和服务市场的供给能力总体充裕 煤炭优质产能持续释放 粮食生产实现18年峰 今年下收小麦产量高 品质好 生猪产能总体合理宽裕 近期能缓母猪的存栏还在进一步增加 牛羊禽蛋和蔬菜水果的生产正常供给充足 保供稳价具有坚定的物质基础 万进松表示 近几年经过应对疫情做好生活必需品供应的实践 应对国际大宗商品价格大幅波动冲击的实践 中国各地保供稳价工作的体系逐渐完善 预案逐步成熟 调控手段更加的丰富 部门间地区间协调协作的效率进一步提升 应急调控能力明显增强 另外根据报道 民生银行的首席经济学家温斌在此前说 整体看预计下半年中国CPI仍将会保持温和的上升 虽然个别月份突破了3%的概率较大 但是全年平均水平仍控制在政策目标以内 贝壳研究院在13日发布的2021至2035年住房需求预测报告指出 2021年到2035年中国住房的总需求已经进出下降期 预测到2035年住房总需求将会降至13.3亿平方米 15年间年均降速为2.5% 城市人口变化关系到房地产市场的兴衰 在此次测算的住房需求上 贝壳研究院演入了人口支持比这一分析维度 即通过到15岁到64岁的劳动力人口数量 即15岁以下和64岁以上人口数量之和的比值 反映社会生产力 理论上人口支持比越高 住房需求越旺盛 反之住房需求则会下降 可以参照的是 日韩经验表明 住房需求均经历快速的增长期 高位震荡期和下降期 人口支持比峰值领先住房需求峰值3年到4年 中国人口支持比已经在2010年达到峰值 此后人口支持比持续下降 这决定了当前中国住房总需求 已经进入到了下降期 根据贝壳研究院的测算 中国人口支持比在2010年达到峰值之后 住宅新开面积经历了下降后再增长的过程 贝壳研究院认为 在增长主要是这段时期 中国国内大规模的棚改拆迁需求集中释放所致 短期政策使得长周期规律 在一定时间内发生偏移 但是并不改变当前新开工面积 已经处于鉴定下降的阶段 2021年至2035年期间 中国新增住房需求将会维持在 201亿平方米至247亿平方米 中性行形下为222亿平方米 年均14.8亿平方米 与13五期间住房市场年均18.9亿平方米的交易规模 住房总需求呈现逐步下台阶的特征 预测到2035年住房总需求 降至13.3亿平方米 15年间的平均降速为2.5% 根据了解 中国未来住房需求将主要包括三类 一是人口从农村向城镇异地转移带来的刚性住房需求 预计2021年至2035年新增刚需约39亿平方米 占总需求的18% 2035年刚性住房需求占比降至11% 二是城镇居民的住房面积增加带来的改善性住房需求 预计2021年至2035年新增约120亿平方米 占总需求的54% 到2035年改善性住房需求约为7.7亿平方米 占总需求的58% 三是城镇老旧房屋拆除重建带来的拆迁需求 预计2021年至2035年新增拆迁需求为63亿平方米 占总需求的28% 2035年拆迁需求约为4.2亿平方米 占总需求的31% 改善需求和拆迁需求合计占比高达9成 另一方面 住房需求的面积下降 并不会改变市场交易规模上升的趋势 考虑住房价格和温和上涨 年均涨幅为4.3% 价格增速在完全弥补面积降幅的基础上 进一步的拉动市场规模继续的增长 预计2021年至2035年 中国住宅交易额年均在22万到27万亿元人民币 到2035年 中国住房市场的总交易额将会达到29.2万亿元 15年间年均增速为1.8% 中国社科院城市发展与环境研究中心的研究员 牛凤瑞分析指出 在一些人口减少收缩的城市 人口流失 人口流动比较容易 房子却不能跟着人走 在人口流入地 人口大规模齐聚 但是建房子需要过程 加上受制于土地指标等因素影响 大城市住房一直是比较紧张 人房矛盾突出 推动价格上涨 报道指出 人口红利下降 并不代表着住房需求的快速萎缩 未来15年 中国住房需求 仍有超过200亿平方米的巨量规模 住宅市场的交易金额 将会保持在高位区间 在此规模下 新房市场仍然占据主导地位 房地产开发 仍有市场空间 行业开发销售 不会出现断崖式的下降 但是也不会出现非理性的繁荣 好的 以上就是本期美食资讯榜的全部内容 感谢收听我们下期节目 再会 我们下期节目